怎么样偷出一个对手根本接不到的后场 首先第一个点 就是我们在偷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节奏的变化 很多球为什么偷死的时候 因为你的节奏太大力量 你看对手站好之后 你的节奏是什么 拿起来 发 那鬼都知道你要这样发 那鬼都知道接得到吧 所以我们在偷场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三重变数 什么叫三重变数呢 三重变数说的是 我们在偷场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不要让对手知道我们什么事发 甚至要逼得对手重心混乱 因为我们偷场要想偷死对手 最核心的关键点 是要让我们对手的重心向前倾 在对手重心向前倾的时候 他再想接后面的球 他是启动不了 他是接不到的 对吗 所以我们在偷场的时候 第一重节奏 站好对手站好之后 我们拿拍这下 架拍这下一定要快 本来讲这是手下下面 然后瞬间打起来 先让对手以为我们马上拿起来 马上要发 先让他的重心碰一下 这时候他启动就不稳了 他的重心就不稳了 然后呢 我们在引拍的时候 关键点来了 引拍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节奏变化 你千万不要慢慢引 慢慢走 一定是 引拍这下一定要很快 因为我们的拍子 顺速地离开我们的球头 这时候你的对手 你的对手看到你引拍这么快 他又会以为你马上要发球了 这时候他的重心就会 向前轻一点点 然后慢慢向前倒 想要抓到你的球 想要打死你 因为你这个发球太烦了 这时候就是我们最关键点 拿拍 引拍 然后这一下不要停 停的话就犯规了 我们挥拍是不允许二次引拍的 所以我们是拿拍引拍 你要慢慢慢慢向前走 看清楚对手的重心 在对手重心向前轻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拿拍引拍 对手重心向前轻的时候 瞬间发力 将这个球投到后场底线 所以我们的发球节奏是怎么样 拿拍 引拍 观察 在对手重心向前轻 迅速投出的时候 得明白吗 所以这样的投场 你看对手怎么防 对手根本防不了 来给他看一下 来我们演示一下 首先是普通投场 好 慢慢拿起来 那对手肯定接得到 那对手重心都没有变化 对手重心就在这里 那肯定接得到 但是现在我们改变一下 我们的发球节奏 用三重发球 来 第一重节奏 第二重 对手重心是不是乱了 对手重心是不是向前轻了 来再来一次 看好 好 看好对手站好了 吓唬他一下 吓唬两下 这下 你投球场不就直接得分了吗 对吗 这个就是我们有点无赖 但是一定不犯规的投球场 好吧 他不前轻怎么办 他不前轻我就发往前啊 他不前轻我就正常发往前啊 那么一分 我会发往前轻人来说一对手下轻人来说的 感谢观看